上帝所爱的一家人蒙受祝福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创世纪第十章 上帝曾祝福农亚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 变满了地 这就预告了 人的生命将再次活跃在世界上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后来怎么样了呢 每次读到记载名字的章节 你是不是也会想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知道这些名字呢 透过这样的记录 让我们更认识 他是一位说到做到的上帝 洪水过后 挪亚的三个儿子各自成家立业 后代遍布世界 成为各个民族的祖先 这证明了上帝的祝福不会落空 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十章 挪亚的儿子 他师 基提 多丹 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 海岛分开居住 各随各的方言 宗族立国 韩的儿子是古时 麦西 福 迦南 古时的儿子是西巴 哈菲拉 萨弗他 拉玛 萨弗提迦 拉玛的儿子是士巴 底旦 古时又生宁禄 他为世上英雄之首 他在耶和华面前 是个英勇的猎户 所以俗语说 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 是个英勇的猎户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 以利 雅甲 甲尼 都在世拿地 他从那地出来往亚树去 建造尼尼维 利和博 加拉 和尼尼维 加拉中间的利先 这就是那大城 麦西生路滴人 亚拿米人 利哈比人 拿福土西人 帕斯鲁西人 加斯鲁西人 加斐托人 从加斐托出来的 有菲利士人 加南生长子西顿 又生赫和耶布斯人 亚摩利人 格加萨人 西魏人 雅基人 悉尼人 亚瓦底人 喜马利人 哈马人 后来加南的诸族分散了 加南的境界 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 直到加萨 又向索多玛 俄摩拉 亚马 西扁的路上 直到拉沙 这就是汗的后裔 各随他们的宗族 方言 所住的地土 邦国 亚弗的哥哥陕 是西伯子孙之祖 他也生了儿子 陕的儿子是以兰 亚树 亚法萨 路德 亚兰 亚兰的儿子是乌斯 互勒 基铁 马斯 亚法萨生沙拉 沙拉生西伯 西伯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法勒 就是分的意思 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 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滩 约滩生亚摩达 沙列 哈萨玛菲 耶拉 哈多兰 乌萨 德拉 厄巴路 亚比玛利 士巴 阿斐 哈斐拉 约巴 这都是约滩的儿子 他们所住的地方 是从米沙 直到西发东边的山 这就是陕的子孙 各随他们的宗族 方言 所住的地土 邦国 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 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 洪水以后 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 在这段经文中 还有特别的一点是 我们留意到 在韩的后代所居住的地方 提到了后来恶名昭彰的城市 索多玛和厄摩拉 读圣经的乐趣之一 就是可以不断沿着故事的线索 走往下一个故事 然后在沿途挖出 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宝藏 在跟后面的章节中 我们会在一起分享 这两个地方所发生的故事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让我 透过圣经中的每一个故事 看见你的美意 挖掘出丰富的生命宝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民求 浪漫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